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不去游玩 能不能考上举人 莫提 莫提 提起来我就伤心了 当时我看到那考举人的试题 我一看 我手到擒来呀 东郎的爹爹是毛手毛脚 带着先生游山进川 文弱的先生啊 手无腹肌之力 怎能走出深山 寒冷的紫语 缩手缩脚 差点命丧黄泉 饥饿的书生 拱手而降 昏倒在铁家门前 往事不堪回事 先生 那次游玩真是不值得 耽搁了前程 谁说的 那还认识了我娘呢 是是是 认识了你娘 认识她娘之后 我是屡试不重 可怜呐 我虽然窝居在这万卷楼 但是我十年不明 一鸣惊人 呜呜呀 好事情 我想把我的这些经历 写成细文如何 排演出来吧 是是是 等我写成细文之后 孩儿们 我让你们排演出来 妙哉 妙哉 我就从大雪丰山写起来 好了好了 都做好了 开饭了啊 先生怎么没来啊 先生说他在写细文 我爹说了 要把和您见面的实情 编到戏里让我们演 实情 我说的就是实情 你们都谁演呢 我 好 你们这帮小没良心的 把手放下 先别吃饭了 我问你啊 阿闹 平时师娘做得胜饼 是不是每次都偷偷地 多塞给你几个 怕你吃不饱啊 我会呀 阿闹 你总比我们吃得多呀 师娘 我都参加了 阿T总爱掉水缸 是谁总帮阿T洗衣服呀 是师娘 你知道是师娘就好 那你 我 我不参加了 退出 退出 小杏花 师娘 我演您家的古术 不讲话 退不退出都一样 今天演您 东郎也信任 他俩要是多退出 这出息立马正垮台 杏花 你 行了行了 先吃饭 吃完饭再给你俩算账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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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大 你娘子这几日没有再打你吧 没有 我每天天不亮起来 天黑了才收摊 把每日赚来的银两 我乖乖地交给她 我娘子看我辛苦啊 还赏了我点绍兴老黄酒喝呢 相濡以沫了吧 是是是 先生 我家祖上也是读书人 我记得都有这个鸭纸的物件 你怎么没有啊 那个鸭纸的物件叫振纸 以前我也有 丢了 没有没有 无大碍 没事没事 秤驼 先生 我给你找俩秤驼 压上这个纸肯定行 秤驼 我们读书人都用皮修之类的东西 来压制 这个秤驼 秤何体统 好 先生再演一次吗 我也想求求你了 求求你先生 我想演嘛 还演哪 算了算了 不行 不行 我还想再演一次我娘 行行行 你演你娘 我把天安蓝地动演得更为妙为相 我特意醒了喝凉水澡 你娘会不乐意的 我看还是别弄啊 爹 可大家也想知道事情啊 我就是想知道 您家在济南府 我娘在成都府 可我们家却在龙马镇 好奇怪啊 对啊 您和我爹是同乡 怎么离开家乡 到这里来谋生啊 小孩儿没娘说起来话长啊 这一说就是十多年前了 我和你爹 也就是邓科叔说 我们是同窗好友 一直想高榜得重 但是 没有这个命啊 你这么着急 让我回来 干什么呀 好好闯闯气 我告诉你啊 镜子找着了 找着了 真好 你拿去换点钱 买副好的镇纸回来 又给我姐夫啊 你这 看把她美的都快上天了 让你去你就去 废能多话干吗呀 我今日从家里头 拉了一车那个嫁妆呢 现在就剩下一个镜子了 留什么 谁说就剩一个镜子了 还有一花瓶呢 可不一样啊 你说你跟一穷叔叔有什么好啊 这日子过得 跟家怎么比啊 那你回家去啊 我可不回家去 我回家去我爹让我打铁 我才不愿意干那活呢 这不得了嘛 起码送信都好嘛 行了行了 给 得剩比啊 吃完了早去早回 去吧 姐夫老说呀 相濡以沫 我可没见过他给你买一样东西 还啰嗦 我来 我和你爹 我们俩人 饥饿难耐 饥寒交迫 我就说登科呀 咱们俩分开走 或许能找到出路 嗯 后来我爹找着了 您没找着 是啊是啊 你爹找到出路了 我却没有 我就爬呀爬呀 昏倒在你老爷家门前 我四周一片雪白 我一睁开眼呢 突然一团漆黑 啊 爹 你是不是睡着没醒 嗯 你老爷那张黑脸 他是打铁的 一天到晚炉子熏的 哎呀 你老爷看见我第一句话就问 你死不死读书人 什么意思呀 你是不是读书人 嗯 我说啊 第二句话他问我 曾经没得 问你长期没有 嗯 哦 您说没有 是啊 你都知道了我还说什么劲 哎呀先生 您讲 您讲 您讲嘛 我一说 我说我没有啊 哎呀 您老爷特别高兴 他呀 一直就想把女儿许被给读书人 可是一直没有 没想到我 就送上门了 你知道了 我不说了 先生您讲 您讲 您继续讲 您老爷 一直喜欢那高大魁梧之人 因为他身材矮小 他有多高 嗯 他老爷 反正垫起脚尖蹦上几蹦 刚好能够到我的腰带 不会 不会吧 我见过我老爷 他不挨啊 后来又长高了 嗯 你老爷让我当上门女婿 我想我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岂能当上门女婿 哎 哦 哦 原来上门女婿不好啊 是您还让我当上门女婿 那我也不敢 哎 你这门多好啊 我那个门不是两个门 哦 那好吧 哎呀 后来女师娘听说一句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非要吵着闹着 要去苏杭玩玩 我说好 辞别了你老爷 我们就一路晃晃悠悠 奔了杭州 哎呀 没想到啊 那一场鹅毛大雪突然降临 刹那间 错了 错了 哦 哎 不是因为那个 是因为你师娘突然呕吐不止 恶心难忍 那小肚子 嗯 长了起来 哦 说我娘吃坏肚子了 什么呀 是因为肚子里有了你 哦 哈哈 那我是怎么钻进我娘肚子里的 是不是啊 哎呀 以后就知道了 哎 先生 您又用这句话敷衍我们 行了行了 我和你娘溜溜达达就来到了这龙马镇 哎呀 举目无亲 幸亏老里长啊 待我不薄 他让我在万圈楼收收收这个 看看那个 弄弄那个 一晃就是十多年啊 哦 完了 完了 这就讲完了 那太没意思了 高大兄弟来了 坐坐坐 这是 给您的 哎呦呦 谢谢谢谢 高大兄弟 今儿脸上怎么没带伤啊 坐吧坐吧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现在我娘子啊 对我可温柔了 是 是 白天我在铺子里干活啊 嗯 他给我捏肩垂背 我们呀还手拉手去郊外 郊游呢 现在我家里 嗯 里里外外收拾的 那叫个干净 哦 晚上 我和我娘子 还有耳朵 我们在院子里头 我们 你说就说呗 你扫什么呀 高大 这要是你和你娘子的私房话 你可别告诉我啊 我娘子啊 她还给我哼小曲听呢 我那个新花啊 怒放了好几朵 高大 你看 你不喝酒 不逛戏园子 在家带着多好啊 好 好 高大 你不是有事找我吗 说呀 什么事 师娘 我怕说出来你笑话我 这有什么笑话 你不说我才笑话呢 说吧 算了 算了 我不说了 你说你个大男人这样吞吞吐吐的干吗 快说 我娘子啊 她马上就要过生辰日了 我是想给她买点东西 但是这个女人她喜欢什么东西啊 不是 师娘 我没别的意思 我 这 不 高大 我娘子 连你这么个粗人 都知道在娘子生辰的时候 给她送贺礼 这世上还有什么改变不了的 不是 师娘 这是好还是不好啊 好 当然好了 你听我说啊 你到胭脂店买美人红 你娘子一定喜欢 美人红 好嘞 谢谢师娘啊 也不客气 有空常来玩啊 好嘞 连高大都知道 给她娘子送生辰贺礼 我家相公何时才能了解我的心思呀 阿屁 你好 好好好 这是 先生 这是我娘让我给您送来的鱼 这不过节干吗送鱼啊 师娘您还不知道呢 自从先生讲了相濡以沫之后 我就给我娘和我爹都讲了 现在我爹晚上不去赌钱了 怎么在家里面呢 在家里陪我娘说话 好好好 其实啊 理当如此 常享受共患难是夫妻之本啊 相公 阿弟这么小 你说这些他能懂吗 我能 我能啊 对了 那我得赶紧回去 不然一会就忘了 这个 谢谢师娘告辞 谢谢你爹娘啊 慢点跑 先生 师娘 我娘给你们的香肠了 这又不过年 干吗要送香肠啊 先生给我们说相濡以沫 我告诉了我爹娘 我爹现在休息说笑话了 我和我娘可高兴了 理当如此 回去告诉你爹娘 夫妻和睦 土变金啊 相公 杏花更小了 你说这些呀 他就更不懂了 我懂 我懂 土变金 土变金 这孩子 先生 师娘 谢谢小杏花 先生 师娘 告辞了 好 小杏花 慢点跑啊 先生 师娘 先生 师娘 二叔 这是我娘给您的新米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送什么新米啊 先生交给我们相濡以沫 我回去告诉我爹娘 我爹现在干活特别卖力 我娘不打他了 好好好 理当如此 回去告诉你爹娘 宽容乃恩爱之本啊 相公 你说这些呀 耳闹他 蛤蟆跳井 噗噗噗 俩蛤蟆 那你使劲点头 吴大 我回去告诉我爹娘 没事就来看看你们两个 就能知道什么是相濡以沫了 先生 师娘告辞 我这孩子嘴真会说话 慢点 相公 你说人家都一套一套的 你不看看你自己 我怎么了 你对我恩爱 我对你情深 我们两个人 当然是他们学习的楷佛了 相公 你现在吹牛的本事 是越发的有长进了 大气都不喘一个 你来 你让我给你买的针 出去 姐 你这做事呢 这是 相公 我把这个送回厨房去啊 来 你的书 这个脾气 这么贵呢 那可不 这个东西杭州城里没有 我跑了好些地方呢 光这鞋呀磨坏了好几双了 你说把咱们家家传的镜子 当了买这个值吗 你懂什么 你姐夫整天在书房里待着 要有一个养眼的物件 看着顺眼才行 这钱呢 花得值 这么多年了 就像你给他买东西 还从来没见过他给你买过东西 布三 嗯 话不能这么说 你想啊 你姐夫是把心思全花在了读书上 他要花在女人身上 你姐夫睡不着觉了 哎 女人的心海底的针 我搞不懂 哎 我有公务 我先走了啊 行行行 你慢点啊 这边 你们俩什么时候来的 爹 那戏还演吗 演 明日准时开落 娘子带我情深密切啊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你 还有你 哎呀 这话 就开始 啊 风度翩翩一书生 闲来无视逛蜀中 无限风光收眼下 漫步走在花丛中 花丛 農家出生在深山 家父铁亦美名传 一心愿嫁读书郎 只献鸳鸯不献仙 不献仙 小姐 小生这乡有礼啦 你是何人 抱上名来 我乃山东济南府人士 名叫郭子鱼 郭子鱼 那你是铜锅还是铁锅 是鲤鱼还是鲤鱼 是鲤鱼还是鲤鱼 非也非也 小姐是在取笑我吧 我的名字 取自庄子秋水 子飞鱼 焉之鱼之乐 那你是读书人 惭愧惭愧啊 我那一切秀才 还未考取过功名 这书生相貌堂堂 眉清母秀 举手头子有几分英姬 正是我的一中之人 干嘛 怎么了 去去去去 我也到成婚的年纪了 这女子青罗小善白兰花 仙妖玉带五天沙 亦是仙女下凡来 回眸一笑盛兴华 干什么 干嘛 好好好 继续继续 郭秀才 你肚子饿了吧 我去给你拿得上饼吃 管了 好像当时没这个词啊 我是说你给秀才跪下 当时应该是 谁说的 就是 当时给我跪下了 好了好了 先生是你啊 后面呢我们忘了就不演了 好 师娘 先生送你一件礼物 她说成婚十年了 您为学堂 为我们 为先生 已经付出了很多辛苦了 这是出嫁时候的东西 您留个面相 哎呀 我的镜子呀 姐啊 镜子要回来了 是这样的娘子 我把我的镜子给当了 呃 我本来想买点别的礼物送给你 但是我一想到这镜子 一定要赎回来给你 呃 这是 我们见面时候的礼物 应该终身相伴了 多谢相公 相公 我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你 不知你喜欢不喜欢 嗯 喜欢喜欢 什么礼物 嗯 我来看看 嗯 啊 哎 父亲 我不特地交代你 让你走远一点 给你姐夫挑一羊 特别的镜子吗 怎么一模一样啊 是 你让我当那个镜子 我我把镜子当完了以后 我回身一看呢 正好有这么一个镜子 所以我就 铁舅舅 你也太懒了吧 不是不是 哎呀 妙哉妙哉 哎我最喜欢的物件 娘子 谢谢你泥片好心哪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先生师娘 你们真是相濡以沫 好 转来转去还是一个人 看来 我也得找一个人 相濡以沫 有点完美 青年来 是这种给你 你真的可惊许了 你真的可惊许你吗 你真是精击的 你真的可惊许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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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可惊许的 王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